看费用 费用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费用是各种代价 狭义的话呢是仅和收入箱配套的 这样子我们把这个费用做一个归类 费用从整体来说分为生产费用和期间费 所谓生产费用就是为产品生产付出的代价 生产费包括什么直接材料啊 直接人工啊包括制造费 在这儿呢 它是通过生产成本去规计 规计完工了转到库存商品 卖掉了转主任用成本 期间费的话呢指的是三费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 管理费用是各种各样的杂性支出 而销售费用则是单指的销售缓解的代价 包括它的人用公司和设备折旧 还有广告费 财务费的话呢是筹资费 利息费手续费这些东西 当然也包括费对损益和利息收益 利息收益应该是代价财务费 来根据这个的话呢看什么 主要是看期间费怎么辨认 先看第一个 管理费用是组织管理生产经营所发生的各种开支 销售费是销售环节的设备折旧 人员开支广告费 16年有个提 2015年12月31号 假公司向已公司订购的印有假公司标志促销准备的一些卡通毛绒玩具 50万货款已经支付了买这个东西 然后呢干嘛呢 就是给客户发东西发这个 这是典型的促销嘛 这种用来广告营销的这种产品 买到是直接走销售费 算递 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的特定商品 预付款没有拿到商品是作为预付 等到拿到商品直接做到当期的销售费用 来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是筹集生产所需资金发生的利息支出 包括利息收入的一个反充 包括汇兑损益 还有手续费 没了 利润包括谁呢 哇 这是一个大公式 看一下 营业利润 等于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他这儿所说的营业收入 指的是主营业物收入 加上其他有收入 而营业成本 指的是主营有成本 加其他有成本 减税金及附加 一般是消费税吧 为他代表的 像交易费附加 成建设也走这个 减销售费 管理费 研发费 研发费是管理费的二级明细 大家务必注意 研发费不是个一级总账 是管理费用的二级明细 减操费用 减资产减的损失 加减投资损益 加减供应家变动损益 加减资产处的损益 加其他收益 加净场口套其收益 或减净场口套其损失 这些项最好要知道 而利润总额 是用盈利利润 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去营业外支出 最后减去所得税费 等于净利润 这些公式是常使 必须得知道 那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是谁呢 营业外收入指的是 非流动资产的 报废回损利得 包括固定无形的 报废损失 或者报废利得 与企业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 拐到营业外收入 盘盈利得 像现金盘盈 再有捐赠利得 都走营业外收入 而营业外支出指的是 非流动资产的 报废回损 包括无形资产的 报废损失 和固定资产的 报废损失 这个无形资产 报废好像没有利得的 都是损失 盘亏存货的 非常损失 和盘亏固定资产的 正常损失 盘亏固定资产 没有正常损失 供应性捐资支出 和非常损失 等等这些 盘亏现金 走的是管理费 那个不让走营业外支出 背过内容 然后净利截转 本年利润借记 带未分 反着亏的话 是这样转的 这个咱们以前 将所有的权利张 弥补亏损 税前税后画个图 一看就会 可算把这张整完了 可以进行 关键考点小节了 先看头一个 确认计量的五步法 这个呢 我们说了无数遍 第一步 识别与客户 所定立的合同 第二步 识别合同中 单项履业佣 这两个叫确认 第三步 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步 将价格分摊至 各单项履业佣 这叫收入计量 第五步 履行各单项履业佣时 确定收入 这是收入确认 这五步法必须背过 那么每一步 我们需要来拆开 讲解它的关键理论 先看第一个 识别合同 首先有一个 总的收入确认原则 企业应当在履行了 合同中的履业佣 也就是说 客户拿到商品的 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 商品的控制权转移 是收入确认的 最基本的原则 取得控制权三个要素 有能力主导此商品使用 并且能够获得 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这个最好能理解 另外 收入确认的五个条件 同时具备 第一个 双方批准 并承诺各自义务 第二个 合同明确双方 转让商品的 履约的这种 义务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个 有明确支付条款 第四个 具备商业实质 第五个 有把握收款 哇 这么多 特殊情况这块 必须多 因为它主要考特殊 这还得着急 还是不行的 得慢慢来 注意啊 头一个 不能够同时满足 上述五条的 只有在 不再富有 向客户转让 商品的剩余义务 比方说完成了 或者取消了 而且收到这个定金 是不需要退的 方可认定为收入 否则的话呢 这个定金应该当做 合同负债处理 往下来 企业向客户收取 无需退回对价的 应当在 已经将该部分对价 所对应的商品的控制权 转移给顾客 并且已经不再 向顾客转让 额外商品 不再富有此类义务时 方可认定为收入 或者说呢 合同已经终止了 这个钱呢 也不用退 做收入 第三 对于在合同开始 即满足上述收入条件的 企业在后续期间 一般不需要重新评估 除非出现重大改变 这句话的意思呢 要特别注意 我们够不够条件 收入确认 只需在刚开始 做一个评估 以后就不用评估了 最后一个 不满足收入 确认条件的合同 应当在后续期间 对其进行持续评估 判断它是否后续能够满足 如果在合同满足 相关条件之前 已经转移的商品的 做一括截转 满足条件时 在做正式的收入确认 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商业实质怎么办 不然走收入啊 向双方交换的 都是95号汽油 那肯定不能走收入 合同合并 企业跟同一客户 或关联方同时定立 或相近时间定立 如下两份多份合同 满足条件之一 应该并成一个 第一个叫一揽子签订 必须并成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相互制约 本身的话呢 这个违约呢 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的报价 第三个 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 履约商品 这种情况下 应当并成一个合同 合同变更分成三种 第一个叫 原合同继续 新合同创立 它的最关键的变化是 你新增的合同 它是可以和原合同的商品 之间明确区分 关键呢 还有一条 就是它的报价 是市场公开报价 这种情况下 你看增加明确区分的商品 合同报价公开的 这个时候的话呢 应该当做原合同继续 新合同创立 而如果你新增的这个合同 它的市场报价是优惠价 而原合同执行过的 和没执行的是 可以明确区分的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把原合同终止 然后原合同没有履行的 和你新加的这个 构成一个全新合同 叫原合同没执行 和已执行的是拆分的 然后新合同反映的是 优惠报价 这叫原合同终止 新合同创立 合同变更 当做合同的组成部分 进行后续处理 什么情况 这个是说的 你这个合同 原来的那个合同 执行过的 没执行的 是根本分不清的 在这的话呢 你像盖个楼 你改个设计 增加一些价款和报价 那你改来改去 不就一个事吗 这种情况下 应当作为一个合同 就原合同 一直继续下去就可以 这是三种变更 关键得会识别 这第一步完了 第二步叫 识别单向旅约有 识别单向旅约有 在这的话呢 其实就是辨认出 合同中有几个标的商品 所谓单向旅约有 其实就是标的商品的 一个识别问题 看原则 合同开始这天 识别合同中 单向旅约有 确定它是期间 还是时间点 在这的话呢 你咋知道 它这个商品 是不是明确可区分 它说同时满足 如下一二条件 认定为可明确区分 第一个 客户能够从商品本身 或者从商品和其他 易于获得的资源 一起使用中受益 第二个 此商品承诺 与合同中其他承诺 可以单独区分 当这两条同时具备 应当可明确区分 如下情形通常表明 不能够明确区分 第一个 你得通过重大的服务 和其他的商品 整合成一个组合产出的 再有的话呢 你得做重大的改制 才能用的 这个的话呢 应该并称一个 再有 企业向客户转让 一系列实质相同 模式相同的 明确区分的并称一个 将修理 保洁 保安 这个得当做一个单向 旅游用 不能拆成仨啊 来 再看第四 确定交易价格 这应该是第三步 你看 识别合同 识别单向旅游用 然后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个是 将价格分摊至 各单向旅游用 然后是旅行义务时 确定收入 这应该是第三步 首先 什么叫做可变对价 看一下它的确定方法 按照期望值和最可能认定 所谓期望值指的是 发生概率都在同时存在 按照它的概率 加钱平均来算 而最可能发生额 说明这个事是非死即比 按照最可能的认定 它的额度 这叫可变对价的 一个认定原则 进入交易价格的 可变对价 有一个限制 那就说要按 最保守的口径算 包含可变对价的报价 应当不超过 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数 累计确认收入 即可不会发生 重大转回的金额 就是保守金额 最保守的 存在重大的融资成分 这一块分为 分期收款卖商品 还包括一个叫 先收款再发货 两种融资 分期收款卖商品 的一无本质 首先以限销价 或者叫限制 认定为收入 第二个 放贷资金 赚取利差 每期的利息收益 是长期应收款的 年初本金 乘以实际利率来设算 那就说呢 分期收款卖商品 从一无本质上 是两个本质 实现收入是一个 放贷资金 赚取利差是第二 那它的长期应收款的话呢 应该是本金用 什么算 用它的限制 乘以它的一加势率 来测算 它的年底的本息之和 去掉它的解款额 就是它的年底的本金 每期都是如此吧 长期收款列报的话呢 列的是禁止 用长期收减掉 未实现融资收益 其差额叫禁止 分录 发货时 借长期收款 带主营业收入 带未实现融资收益 看这是中止 这是限制 这是未来利息收益 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存商品 期末的话呢 提取利息收益 则是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带草费 收钱 则是借银行送款 带长期应收款 这是那个消耗税啊 因为它那个税法 是这么观点的 到了约定点 开约定额的税票 在这儿呢 票开到的话呢 我们作为收款方 应该是借银行送款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 那个消耗税 先收钱 再发货的融资 这个收钱 是借银行送款 限值 合同负债 中止 未确认融资费 是被抵账 这是未来的利息费 他俩抵完之后 是负债本金 提息则是借草费 带未确融资费 交付商品 则是借合同负债 带主营业收入 再来 什么情况下 不是融资呢 第一个 客户就商品支付了预付款 而且可以自行决定 商品的转让时间 向储置卡的销售 客户承诺 支付的对价中 有相当部分是可变的 该对价金额 或付款时间 取决于某未来事件 是否发生 而且该事项 实质上不受 客户或企业的控制 比方说 按照毛收入的特许权 使用费的提取 这个和融资是两回事 合同承诺的对价 与现销价之间的差额 是由于向客户或企业提供融资利益之外的原因造成的 比方说像工程的那个最终的质保金 它是为了保证质量而进行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延期留存 它和融资是两回事 非现金对价 如果我们的商品收入 最终对方截付的根本不是货币资金 而是存货呀 固定啊 无形啊 那这种情况下叫非现金对价 在非现金对价的收入前提下 应当优先选择非现金对价的供应价认定收入 看 合同开始这天的非现金对价的供应价确定收入 如果他不知道供应价怎么办 那就用商品的正常外价来算 合同开始日后 非现金对价的供应价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的话呢 和他的交易价是没关系了 合同开始之后 非现金对价的供应价 因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发生改变的 属于可变对价的 应该按照可变对价原则来处理 第四是应付客户对价 所谓应付客户对价 就是你本身是卖方 应该是收对方钱 但是呢 你却给了这个买方一笔钱 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反例造成的 这种情况下 一般的话呢 应该是充减你的收入 除非你是从他那买东西 看一声 将应付对价充减交易价格 但应付对价如果是买商品的 那就另当别论 应付对价如果是为了买商品 那么你应该把买商品这个钱去掉 剩下的话才是充收入 如果分不清怎么办 分不清的话呢 都充收入简化了 像客户取得可明确区分商品 供应家不知道的也是全额充收入 在这儿的话呢 时间点应该选择的收入和支付的对价的 熟晚点确定收入的充减 再看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里约有 这是第四步 这个分摊的原则是按照它的单独售价 所人比来拆 所谓单独售价一般就是公开市场价 没有市场价的就蒙呗 有市场调整法 成本加成法和余止法 旅行义务时确定收入 这个呢 分为时间点履约和期间履约 时间点履约是控制权转移时确定收入 而期间履约则是根据履约进度确定收入 啥时候叫期间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定位期间 第一个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 取得并消耗履约中所带来的经济力 第二个 客户能够控制履约中正在线的商品 第三个 商品不可替代 而且企业就整个合同期间 有权就累积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三个 没说都具备 具备其一 认定为期间 履约进度的方法 分为产出法和投入法 其中完工百分比怎么算呢 用总收入乘以履约进度 前确认过的倒计 成本也是这样做的 特殊情况 履约进度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发生成本预计可以补偿的 按照相同的金额 确定收入和成本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对它的相关的履约进度重新估量 发生改变属于会计 估计变更 当然它的方法应该算是未来适用法 十点点里的控制权转移的迹象有五个 第一个是有收款权 第二个法定缩权转移 第三个实物转移 第四个主要风险报时转移 第五个顾客接受商品 在这呢 这五条是它的迹象判断 在考试中要根据题中的条件 来识别出到底控制权是否转移 但是有很多情况的特殊情况 你比方说商品转移了 但是控制权没有转移的 像委托代销 委托代销的话呢 分为师同买断收手续费和包销 师同买断的话呢 委托方是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定收入 受托方有定价权 然后发货是受托方确认自主的收入 收手续费的话呢 委托方也是在拿到清单时确定收入 受托方没有定价权 它是指着谋收入 就是这个提成的这个手续费来确定收入 包销 那就在发出商品时 直接转移控制权确定收入 和正常商品购销是一样的 那这个呢 售后贷款 售后贷款的话呢 就是我把商品卖出去了 对方没地儿放在我这儿放着 他需要的话我给他发 如果是真正这个商品 是给人家单独存放 只为他而所有 不能给别人的 这才叫售后贷款 售后贷款的话呢 应当在控制权转移时确定收入 而不是在发货时 这里面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啊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定为售后贷款 安排具别上一时制 单独存放 单独识别 只给他 不能给别人 这就是他说的一个标准 这个不用记得看看就行 合同成本分为合同履约成本 和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就是你的劳务的代价 其实这是建筑单位 所特有的一个科目 有点像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 是在履行合同中 形成存货固定物件之外的 一些原因造成的资产 同时满足的是三条 第一个 是和当前预期的合同直接相关 第二个增加了履行义务的资源 第三个成本能够收回 如下之初做当期存益的是 管理费非正常消耗的 与履约业义务 已经履行部分的相关的 无法区分上位旅行和履行过的 这四个做当期存益 合同履约成本 如果在一年以内的属于存货 减掉它的准备 登存货项超过一年的 叫其他非流动资产 或者叫非流动资产项都行 再看合同取得成本 且为了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支出 预期能够收回的 确定为合同取得成本 其实以销售佣金为代表 这里面关键问题是要记住 哪些不得记住合同取得成本 而记住当期损益的 像拆礼费 投标费 禁制调查费 律师费等等这些 摊销期在一年以内的 就不要形成合同取得成本了 直接合销就可以 摊销期超过一年的 按照分期来摊就可以 超过一年的话呢 它这个归的表里面 叫其他非流动资产 在这儿呢 应该减掉合同取得成本减准备 这个摊销的分路是这样的 如果是合同履业成本 一般是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是其他有成本 而销售费用的话呢 是单指的合同取得成本 所指向的一个代价 但是必须要搞清楚 无论是合同取得成本 还是合同履业成本 都会有一个简直的提取 所以说呢 如果是转合同履业成本的话呢 应该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借合同履业成本 简直准备 贷合同履业成本 而合同取得成本 则是借销售费用 借合同取得成本 简直准备 贷合同取得成本 它这个提减值的话 是用它的账面价 与如下两项之差来认定 这两项之差 其实就是它的预计售价 和预计处置中的代价 也就是处置的公允处的进购 提减值借四肠减的损失 带着一堆准备 这个简直是可以恢复的 不要超过集体数 建造合同比较特殊 借合同履业成本 贷原材料或应付职工薪酬 这是约定的收入 按照咱们说的 那个完工百分比确定的 借合同结算 贷主应用收入 转成本 借主应用成本 贷合同履业成本 这是干嘛的 这是约定结款 借营收 贷合同结算 贷消耗税 这个呢 收钱借银行送款 贷营收 这是转成本 转成本这块的话 是走的预计复战 这是代执行转亏损合同的 一个预先损失计题 来再看第八个 叫特殊商品销售的处理 头一个就是销售退回和折让 销售退回 我们讲的是 付销售退货条件的 商品销售处理 这里面有个总的原则 折让这个事 发生折让 直接在当月充收入 如果是年报销售 在日后期间折的 属于日后调找 这是后话 退货这个话的话呢 如果说呢 发出商品没有来得及 确认收入就退的 那么当初你在发出商品时 做的是一库皆转 借发出商品 带库存商品 退的话倒过来写就可以 一般的退货是充这个月的收支 而我们重点讲的是 付退货条件的商品销售 这个 有退货概率的话 发货是只确认 不会退的收 不会退的那个支 然后可能退的 各的预计负债 和应收退货成本 没有退货率的话呢 应该在期满时 才确认收入和成本 这个年报销售 在日后期间退的 属于日后调整 这是后话 这个账务处理是个关键问题 付退货条件的商品销售的 一般账 首先借应收是总的价税 带主营业务收入 是不会退的部分的收 带预计负债 是可能退的这部分的收 然后带销行税 转成本是 预计不会退的 走主营用成本 预计可能退的 借应收退货成本 带库存商品 收钱 借银行总款 带应收就可以 那么这个退货率调整的话呢 或者是借预计负债 带主营 或者是借主营用成本 带应收退货成本 也可能是倒着写 这个很明显 是当初估多了 还是估少了 这是估多了 要调低的 调高的话反着写嘛 退货率蒙准的话呢 则是借库存 借预计负债 借肖项 带一行存款 带应收退货成本 如果退货率低的话呢 在这有一个修正 就是调主营用收入 和主营用成本 这我就不念了 这些是常识 这是退货率高于预计标准的 在这你自己重点看 我们当时讲课 讲的比较细 富有质量保证 调款的商品销售 作为商品来说呢 它的销售和法定质保 构成一个单项旅业用 延保或者是 非正常使用造成的保修 这块属于第二个单项旅业用 那你应该在当初卖商品时 要把这个钱分成两份嘛 法定质保部分 借销售费用 待一期负债 延保这块的话呢 应该在 我卖商品时 借银行存款 带主营业物收入 是商品本身的报价 带合同负债 是它的延保服务的报价 然后延保发生时 则是借合同负债 带主营用收入 主责人和代理人 应当根据他在向客户 转让商品前 是否拿到商品的控制权 来确定 你是主责还是代理 这个呢 我们在这有大量的例题 把这个例题看懂 转让商品前 能够控制此商品的是 主责按照应收 已收款做收入 转让商品前 不能够控制到属于代理 应该按照你的报价的差和手续费等标准确定收入 售后回购这一块呢 得看卖价比回购价低的 也就是回购价比卖价高的应该当做借钱还钱 卖价比回购价高的 也说回购价比卖价低的当做出租 你看这个 回购价高于卖价借钱还钱嘛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应付 带消耗税提息 借财务费用带其他应付款 回购 借其他应付 借金项带银行存款 这个回购价低于卖价的属于出租 期间费是三费 管理费 销售费费 这个辨认它不是难点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范围要搞清楚 最后呢 是它的利润构成 这张的话呢 核心内容就是收入准则 超大的收入准则 这个准则在一定的含金量上 比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 范围更宽 难度更大 变化更多 所以说呢 这张我们花的时间比较长 认真的 把原理要理解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 每个知识点底下的例题 要重点理解 重点吃透 重点会应用 这张非常重要 不过呢 这张结束之后 后面的难点 就好对付多了 好了 本章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